一天之记在雨晨 一生之记在雨晴 将一串故事给你听 故事给你听 有志就在少年行 就在少年行 要问指使哪里来 指使哪里来 树山有路轻微惊 轻微惊 轻微门鸟先入零 门鸟先入零 轻抛骏马骑飞腾 轻血通心天智慧 天呀天智慧 心思头脑变聪明 头脑变聪明 一生之记在雨晴 一生之记在雨晴 几分的少年值多少 不忘记来输不清 一天之记在雨晴 一生之记在雨晴 王石鹏苦学书法 宋朝文学家王石鹏 从小好学不倦 长大后考中了状元 他不但是位文学家 还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 这里要讲的 就是他学习书法的故事 祝祠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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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江山四这两年 竟不可不小啊 多谢祝祠大师 祝祠大师 祝祠大师 祝侍大师您也吃吧 你爷爷还捎了一封书信 他的寿臣就快到了 让你回去 真的 可以回家了 回了家 可要在你爷爷面前 好好地表现啊 大师您放心 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老伯伯 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金兵又来侵犯我大宋江山了 他们都是琉璃失所的难民 我一定要好好读书 将来杀敌报国 为天下百姓出力 爷爷 祝爷爷寿比南山 好 快起来快起来 我的小孙儿终于回来了 怎么样在江新寺学了些什么呀 读了诗经 离骚 建安妻子的诗文 还有大唐的诗篇 研究了这么多 你最喜欢的是哪几篇 回爷爷的话 我喜欢曹操的豪气 李白的洒脱 但最喜欢的是诗人屈原的离骚 哦 为什么 一篇好的诗文 最主要的是戒诗研制 心有爱国情怀 屈原身处逆境 却依然到处 路漫漫其修远兮 无将上下而求索 这样的不朽名句 实在是给后人 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讲得好啊 好好好 但是不知你的诗文写得怎么样啊 爷爷 思儿回家途中 看到许多难民流离失所 心中激愤 已在胸中想好一首诗 那赶紧写下来 拿文房四宝来 解问蜻蜓谁动哭 草毛无路献孤中 好诗 好诗啊 气象宏大 真是文学大家言伯威转世啊 言伯威转世 太夸大了吧 看你写的字诗 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呀 你去江新寺学了两年 竟然一点都没长进 如此看来你写字的天赋 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爷 韭菜已经给您备好了 我看这字写得还不错 还有提高的潜力吗 来来来 先吃饭 今天准备的都是你爱吃的菜 不 我不吃了 言伯威大师是出家之人 终日只食蔬菜 食文蔬法都那么好 我每日荤腥鱼肉 却依然赶不上他 为什么我如此愚笨呢 从今天起 我要努力练字 如果赶不上言大师 我就再也不吃鸡鸭鱼肉了 孙儿啊 你有这样的志气 爷爷当然高兴 可用不着跟肚子过不去 不 爷爷 我明天就回江新寺 好 既然你有此决心 那我明天就和你一同前去 谢谢宝爷叔叔 不仅要注意字形结构 更要注意气韵 小燕子 你学飞 我学写字 看咱们俩谁先学会 有进步 我千万不要拘泥于临摩呀 小燕子 我们一起努力呀 宝燕叔叔 这是我刚刚写好的字 怎么一个圈都没有 难道没有一个字写的好吗 字先有形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 字中要有一股精气神 你这几个字波澜不惊 哪里是瀑布 倒像是在描述平静的湖面 你这样对王石鹏太严厉了吧 这孩子天赋过人 我这样要求他 是为了使他能够成为一代大家 不许不会飞 我写不好字 小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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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别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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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真正的飞龙直下三千尺 这就是宝燕叔叔说的精气神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嘿嘿 谢谢你小燕子 我明白了 只要坚持练下去 你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 王氏鹏靠着不懈的努力 写出了梅西吉及杜陵诗史等不朽名著 终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和文学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